大家好 我是Misui 大家期待了很久的ADRSM考試終於有報名 因為之前由於疫情的關係 考試一度取消 很多考新已經準備了很久 但遲遲未有考試 現在終於有報名 在2020年12月開始就可以報名 非常多人去報 很多老師都說很難報 好像搶演唱會票一樣很難報名 不過現在越來越好 已經容易去報 自己也幫了一些考新報名 很多老師都已經幫到學生報名 而這個影片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考新在錄影考試要轉的東西 因為很多考新都要準備錄影考試 我特地要拍這個影片 可以提醒各位考新的學生 有什麼要注意的 考考試有什麼錄影要求 首先第一件事 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考試 之前考試 我們就是彈三首樂曲 要考量 要考量 尺寸 但現在這三件事都不用了 要多彈一首樂曲 即是總共要彈四首的樂曲 考新你準備好四首樂曲 就可以準備這個考試 如果你四首樂曲都已經練得很熟 你可以開始報名這個考試 而報名這個考試 你可以透過中心報名 可以透過老師報名 自己去報名 都一樣可以 直接上AVRSN的網站 登記他的帳戶 開了帳戶之後 你就是根據他的網站 步一步就可以報到名 之前12月很難報 經常報都會說全 現在2021年1月份 報名順暢很多 大家報到名之後 記住要在報到名的日期 即是你去報的時候 會有一個 申請影片日期 申請影片日期 之前 就要申請影片 這個考試 由過往 面對面的考試 改變為 障礙考試 就是一個遙距錄影的考試 這個遙距錄影考試 究竟是怎樣的呢 有什麼注意呢 大家就 聽清楚 大家準備好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要找一個場地 場地 場地在哪裏呢 其實它沒有規定 任何地方都可以 你可以在家 或者中央去考都可以 如果是不考鋼琴的朋友 我就建議 可以用三角琴去考試 因為三角琴的聲音 真的會比較好 平時我們之前 過往去考AVRSN的考試 其實不考鋼琴都一定 用三角琴去考 而且感覺真的很有效 如果考鋼琴的朋友 也建議用三角琴去考試 如果家裡沒有的 你可以去中央去考自己 如果是樹琴的朋友 我反而特別建議 可以用自己的樂器 平時練習的樹琴 因為自己最熟悉的樹琴 你會彈得更好 所以彈樹琴的朋友 也可以選擇自己家裡考也可以 或者中央去考也可以 最重要的是 樹琴是你平時彈習慣的 你是很熟悉的 因為每部樹琴不同 可能品牌不同 或者尺寸不同 對於你彈就可能會有些影響 所以最重要就是 找到你的腸味 然後就可以去拍攝你的影片 選好腸味之後 就到到器材方面 器材方面 其實用電話都一個王 或者用相機都可以 用相機都一樣可以 是有限制的 一定要是720P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像素是要根據它的要求 你可以錄影之前 設定好是720P 就可以開始錄影 錄影的檔案 不能多於兩檔 基本上應該都不會多 你的尺寸不是超高 正常都可以是那個尺寸 不過如果真的過了 就可能要寫檔案 影片的方法也有要求 就是用MP4 WMV MOV 和MPG的方法 你又要設定好一個正確的方法 就可以錄影這個影片 錄影片之前 也要準備好你的琴 如果錄鋼琴、樹琴 或者小提琴 一定要調節好你的琴 因為音準是非常重要的 彈就的音準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要在錄影之前 要調節好 如果你真的彈到 其中一首歌 你想再調節好琴 也可以的 但你記住 你的影片是要一氣呵成的 不可以中間有剪輯的 所以一氣呵成 彈完四首歌 螢幕的設定 可以打橫 也可以的 但例如像拍鋼琴 你要拍到琴弦 還要拍到琴弦 一定要拍到整個人 我建議其實就是 可以打橫會好一點 或者一定要看到你的腳 和琴弦 都是它的要求 最重要是看到巧身 和音樂器 而場地、器材都準備好了 就可以開始錄影了 錄影有什麼流程呢? 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錄影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 一個最舒服的衣服 和比較斯文 大方的衣服 去進行你的考試 可能選擇黑色、白色 比較荒蕪的衣服 就可以去考試 考試的時候 你又要注意 整個流程是怎樣 一開始你可以簡單 和考官找個招呼 說Hello 前面是考試 在錄影前要填好 這個program form 這個program form 就可以在E.E.R.S.M的網站上下載 如果你想要 我們會選擇 就要寫你的名字 你的音樂是什麼 你的Grade 還有四首歌的名字 要順著寫的 第四首是可以自選的 不在它的文章裡面選的 如果你自己選擇差不多Grading的歌 就可以寫在這裡 要填好才去準備你的考試 錄影就是剛才的想像 可能要說Hello 然後要展示 一定要展示 這裡最重要 要展示這個program form 給你的鏡頭 要展示5秒 要保持5秒 一定要真的5秒 讓你清楚看到 你那四首的樂曲 名字 作曲 以及你的名字 OK 展示完之後 你就要去講你的表明 parcel 那就要去說 состав inland 你的部分 要用說些什麼 例如我考了樹齤 要說你是考樹齁 你也可以考頭 而Grade 每一首歌 每個歌的歌名 也要看看 Lisk number Lisk number 是 gentlemen 就是字幕內每首歌曲都有一個數字 可能是A1 B2 所以要說出來 如果第四首歌曲是自選的樂曲 你要展示它的琴步 因為考官要看一首歌的時間標誌 它的拍子 它的歌名 還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 六字拍級的考心 你要展示你的ID給鏡頭面前 就是要拿著你的ID 有照片的證明文件 這樣展示出來 鏡頭面前 要展示5秒 身份證明文件一定要有照片 護照也可以 身份證也可以 這樣展示出來 證明你是那個人去進行這個考試 它的標誌寫六字拍級 一定有需要 而一至五級需要不需要的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它之前有一些最新的報告 它有可能有說過考心要做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去顯示出來 顯示鏡頭 知道你是這個考心 那你就進行你的考試 講完程式後 就正式可以去彈奏 彈奏之前 個人建議都要鞠躬 因為真的是公時表現 所以建議考心也可以鞠躬 如果平時是彈鋼琴的朋友 可以輕輕扶著鋼琴 然後鞠躬 站在鞠躬 如果你是考樹琴的朋友 你可以輕輕扶著樹琴 因為感覺就是 好像你跟樹琴一起彈走 好像你跟鋼琴一起彈走 輕輕扶著 然後就鞠躬 鞠躬 鞠躬完之後 就可以一氣康城 彈了你的四首弱曲 當中沒有任何剪輯 也不可以再停 你不可以停了鏡頭 所以就一氣康城 彈了四首弱曲 彈完四首弱曲之後 你也可以再一次 再一次 扶著樹琴 或是扶著你的鋼琴 鞠躬 鞠躬 我可以說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performance 完成你的考試了 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幫到大家 預祝大家 考試成功 我看到很多12月份考的朋友 其實1月已經有出到成績 很快 很多的成績都不錯 希望各位考生都可以 有一個很好的考試經驗 也可以考試成功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音樂和教育的資訊 拜拜